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区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出现了瞬间的强风了 部分的街道路数跟路灯 甚至是红绿灯都被吹倒了 广告招牌也被吹落了一地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尤其是机车骑士跟行人 被吹得东倒西歪 险像还生 随着凡纳比台风逐渐侵袭 周日下午开始 南台湾风雨也增强 正正强风刮起 雨势也比上午大 耗枝灯杆一整只就倒在路中央 更在强风中摇摇晃晃 回收人员冒雨抢修 降风吹来连站都站不稳 还有路灯不敌风势过大 横倒在马路上 看到这样的情况 让附近民众心惊胆战 一阵那个很强的风就下来了 听到声音就很砰的一声 有一台机车车刚好过去 那个机车车有吓到 降风下机车骑士冒雨出门 被吹得东倒西歪 有的甚至还倒在路边 有一些机车骑士不敢再骑 只好停在路边不敢动 路上行人更是寸步难行 过马路都被吹得像跑步 路数整排倒下 树叶满天飞 还有广告刊板 招牌也被吹落 高雄市区路上满目疮痍 高雄相当著名的观光景点 西子湾 沿岸墙风吹起大海浪 巨浪不停拍打上岸 跟越过消坡派 拍打到一旁的道路上 还巡人员紧急出动管制 禁止民众和观光客靠近观浪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